好 家人们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 我看一下怎么分享 听首歌 晚上好 谢谢小兔兔 我今天不忙 然后下午有开播 下午有看到我直播的扣1 没看到的扣2 有一些看到了 好的没有看到 因为我今天下班早 今天晚上好看吗 那家人们帮堂堂把灯牌亮一下 把站站点起来好不好 我们这样快一点上人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所以稍微打扮了一下 嗯 这个打扮 这个打扮还行吗 嗯 没有 嗯 教师姐快乐 谢谢 谢谢我的家人 今天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分享 然后今天 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 家人们 是咱们家的一个好日子 每个月的10号 每个月的10号 你们还记得什么日子吗 谢谢 谢谢红梅姐姐家人们 教师姐 谢谢 家人们把灯牌帮堂堂亮一下 今天晚上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真的 真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然后 嗯 虽然前面有一点小插曲 有点小不愉快 但是都不重要 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开开心心的过 对不对 今天晚上我希望我的所有的家人 跟堂堂一样 我们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也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 所以就算我有一点不舒服 虽然我的牙齿还没有好 虽然我有点发热 但是我还是要爬起来 化个妆 给大家直播 因为我 我觉得心情好了 然后身体就会好 对不对 教师姐快乐 谢谢敬美 爱你 对 然后 每个月的 10号呢 家人们就是我跟大宝 认识的一个纪念日 然后 这个月的10号呢 是我们认识几个月的日子 把那个数字打在公屏上 好不好 家人们 我看一下 有多少铁粉 知道 今天是 第几个 第几个 把数字打在公屏上 今天是第几个 我跟大宝认识的日子 哦 基本上都答对了 对 今天是我跟大宝认识六个月 然后就是半年的日子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也就代表着所有 看我跟大宝 喜欢我跟大宝的家人们 也是我们相互陪伴了最少六个月了 长的就不说了 因为很多人之前就认识堂堂 但是看我跟大宝的家人 至少我们是不是互相陪伴了六个月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六六大顺 特别好的一个日子 就是不管说 嗯 有什么不愉快了 我觉得都可以放一放 因为能我们能互相相伴 然后走六个月 对于我来说 我很幸福 对 所以今天晚上我有很多 要给家人们说的话 第二个就是 除了是我跟大宝认识六个月的日子 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家人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家人们咱们把灯牌亮一亮 把它打在公屏上 今天除了是我跟大宝六个月的日子 还有什么日子 嗯 哦 你看 好像都知道 对 今天是教师节 对 然后我已经两年 其实我两年没有过过教师节了 家人们 对 因为其实我跟家人们说 从我 我是以前是体制内的 然后从我出了体制 体制内 然后呃 辞职之后 其实我还是有在 做教师 然后虽然说可能是偏向于管理了 但是其实还是在做教师的工作 但是这两年的话 因为我自己的 嗯 化妆品这边越来越忙了 所以说 这两年确实我就没有在做教育行业了 有两年的时间了 然后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看一些东西 啊 会给大家看一些东西 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说 还是很特别 因为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 你如果做过老师 就是还是 嗯 身上就永远要记住咱们为人实表的一些 嗯 这些品质要在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嗯 嗯 就是 我觉得做老师的这个经历 然后 教会我 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然后 而且 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行业的 很喜欢老师这个行业的 虽然现在不是了 但是我觉得 依然 嗯 很特别吧 刚好9月10号 又是我跟大宝认识半年的日子 又是教师节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嗯 谢谢 谢谢家人们 嗯 然后 大家帮唐唐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 帮我点到5万赞 辛苦了家人们 好不好 今天我就希望我们的赞赞能多一点 然后就是对我们唐宝家 嗯 不管是对我们两个孩子 还是对所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我们彼此的一个祝福 就是咱们今天多点一点赞赞 嗯 我希望还是这个 网络不倒我们不散吧 大宝还没有过来 对 你们觉得大宝会过来吗 我没有刻意跟他说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他都不来的话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家人们 你们觉得他会不会来 觉得会的打个会 大宝他下班过来比较晚 嗯 因为我今天很早就回来了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我不是发热 我就三四点钟 忙完我就赶快回家了 然后他在公司上班 所以他可能会晚一点 但是我赌他会来 因为我相信 嗯 嗯 就算我们两个有再多的不愉快 嗯 但是 今天嘛 还是很重要的一天 我相信他会来找我 我要不要 公司见他 嗯 今天下午我直播的时候 我想再问一下 看到的家人扣个1 没有看到的扣个2 好不好 对 网络不倒我们不散 谢谢家人们把赞赞往堂堂点起来 嗯 啊 没有看到的扣个2 有一些家人 下午可能在上班 因为我今天回家比较早 我下午没事就给大家直播了一场 嗯 我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嗯 我跟大宝前两天都不愉快 嗯 主要原因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小鸟 卖掉了 然后我心疼这个秘密 或者是 嗯 舍不得 谁谁谁的一些回忆 我想跟大家说 是因为 嗯 我觉得 就是 大宝没有经过我允许做这件事情 然后 嗯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今天下午做了一个比喻 就好像你老公回家看到了一只你很喜欢的包 但是他觉得很丑 他就没有 你咋来了 来 来看看你了 小鸟哥 你好 这 这不敢说人 哇 他在吓着我了 怎么回事 什么不敢说 你说我啥了 嗯 我 我 家人们你们说邪不邪门 你怎么没倒水喝啊 那你去帮我倒点 我来 他吓了我一跳 我来你就不知道自己倒水喝 没来你就不知道 吓了我脸都红了 我好像我也没说啥 没事我等下当着你们样的手 家人们可能说啥啊 怎么这么紧张 我一进来又有点紧张 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 你猜我在说你什么坏话 今天是个好日子 然后等一下家人们有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跟家人们说 我先给你倒水啊 好 对 他真的吓我一跳 哇我的心脏崩一下 你们有被吓到吗 等一下我问他 因为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像在直播间 就是咱们唠这种贤壳 上班的时候就说工作的事情 那今天他既然来了 我觉得我们俩也可以好好聊一聊 对不对 道歉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道歉 他怎么进来的 他现在 嗯 他现在来我家 就是还是比较容易进来的 对 他现在就已经可以不敲门了 对 家人们你们说这样可以吗 嗯 因为我感觉毕竟在一起了嘛 然后把密码跟他说一下也没啥 对不对 对 对 就是毕竟在一起了嘛 然后 把密码给他讲一下 然后这样有个什么事 他也能过来照应一下 对不对 嗯 对 所以他就自己就这样走进来了 对对 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现在应该是 嗯 在一起还不到一个月 对 很多家人好像还不知道我跟大宝在一起了 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 差不多应该不到一个月吧 还是一个月了 我都没算 但是我们两个认识今天是 六个月 今天是六个月 所以我说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一起到什么 哦哦 那个没有 家人们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哦 哦我们来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两个没有住在一起啊 坦坦 哎 对 我刚才听你说什么 什么 听你说啥 你先喝水 你刚才在说啥呢 啊 刚才在说啥呢 你给家人们打个招呼啊 要有礼貌 本事好家人们 你今天挺开心啊 不是说了吗 看到你我就开心了 两天没看到你啊 怎么没看到我 今天在公司 不还看到我 就感觉 你两天没看到我们家人们 感觉又不一样 两天前 那是两天前的状态 那今天看到你就跟 跟同事一样 嗯 就这两天不是看到了 就不跟同事一样吧 嗯 就不像 男女朋友那样了 嗯 今天啥节日啊 怎么 怎么家人 都问我今天什么节日啊 今天啥节日啊 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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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师节 你好像已经不是教师了 哦 这个我这个 我有被气到家人吗 这个 这个那就 炎炎我一次 我忘了你以前 这个是个教师了 我当然直播间的面跟你道歉 好不好 我今天肯定不气你 肯定好好哄你 行不行 我家人们我忘了今天就是 是教师节了 以就是堂堂的节日了 虽然说他现在不是教师了 他以前 是教师 除了教师节 还是什么日子 你不会真忘了吧 蛤 嗯 是我们 是我们 在一起一个月 不想跟你 是我们在一起一个月吗 然后还是我们 认识 半年的日子吗 今天刚好 是不是你看到公平 家人们提醒你 你才想起来啊 没有啊 我在外面 你说我都听到了 你是听我说 你才想起来今天 没有我是 我是听到你说 我 我知道今天是我们 那个在一起一个月 什么呀 是 你是说今天什么节日 我都知道了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 今天什么节日啥的 我当然记得我们今天在一起一个月了 我无语了家人们 那 无语啥 不是 认识是六个月 在一起是一个月 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 今天是我们两个认识六个月的日子的 嗯 这两天吗 这两天吗 这两天 你刚进来不是不知道吗 知道 怎么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说你不知道 我知道 我是说你 你刚才说你不知道 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多久 我自己记得在一起一个月了 三个月十号就是我表白的日子 是吗 对啊 三个月十号我表白啊 你确定吗 确定啊 然后这个月十号 是这样吗 家人吗 家人们 是不是 你们记得吗 三个月十号是我表白 这个月 今天不是刚好十号吗 但是我确实是忘了教师节的日子 对不对 因为我忘了你 曾经是个老师了 我一直记得你是女老板 都忘了你还是一个 艺人教书的老师 育人不是艺人 育人 我以为他真的忘了家人们 我还有点生气呢 生茶气没忘了 你是在逗我吗 我真的他真的有吓到我 我以为他就是忘了今天这个日子 然后 今天是认识六个月 然后我就 我就不跟你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你还生气吗 我不生气啊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我开心得很 家人们 我晚上带你去过节 等下 等下 等下跟家人们过节 我们两个再去 自己过节 好不好 你觉得怎么样 大半夜过什么节啊 家人们 大半夜为什么不能过节啊 哎 我给你充一下电 你都没电 我给你充一下电啊 我给你充一下电啊 没电呢 对 嗯 我看一下 咋了 啊 对了 嗯 我把清晰度调一下 嗯 去吃宵夜 家人们 能过节 大半夜 叫我去过节 我真是无语了 对啊 过个情人节 今天不是情人 你干啥 今天特别日子 想跟你靠近一点 家人们 有没有觉得大宝没心没肺的 觉得大宝没心没肺的 哭个一 我怎么没心没肺啊 家人们 我心都是 躺囊身上 心都在躺囊身上 今天 确实比较忙没时间 不然我今天就 约你出去 过咱们的积电日 今天确实比较忙 他每次 他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睡一觉 然后第二天 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一样 然后我们都气炸了 然后你看他 他来了开开心心呢 好像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真的挺开心的 啊 我快疯了 我看见你就开心 你知道 看见你就开心 这前两天 前两天 前两天不是看着我 都吵架生气的吗 你咋的今天跟啥事 没有一样呢 那不是两天 没有 腻歪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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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你了 就开心了 但是你要是再跟我发脾气 我就不开心了 你在你在说我就不开心 太不开心了 我当然你不要说我不跟我发脾气 我就开心 你一说我跟我发脾气我就不开心 你就是你只能听好听的不能听不好听 对 我只能听好听的 不好听我都不想听 就像琴里面有一些叔叔阿姨 我知道 就是有一些个别个别的看法 但是反正不好听了我就不想听 好听我就看我就想听 有些无语 家人们在公平上打个无语 你那不是小孩子啊 你就只能听好听的 一点不好听都不能听 大宝坏蛋 大宝哪里坏蛋了 我 我坏也不对坦白坏 无语 我还是觉得我这个 反正今天好好今天过节 咱们不提那些不开心的 不开心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就今天开开心 今天把节乐过好 好吧 家人们他真的是一个 没心没肺的人 真的 这两天我一直 因为前两天的事情 心里面不太舒服 我还想着今天晚上 他来了我这个 嗯 好好跟他聊一聊 你看人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还记得前两天的事吗 不记得 今天晚上失忆了 明天 可能就想想想回来了 明天明天再说 今天先好好过节日 今天不生气 好吧 等一下我还带你出去玩 我请你吃饭 好吧 嗯 嗯 嗯 那个 家人们 好棒 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 而且我跟你们说 每一次就是他跟我说话 然后我已经很不开心了 然后我在生气 他坐在旁边说 嗯 那我们两个先不说话 就冷静一下 不要说话 然后三分钟他就已经在旁边坐着 开始打呼呼 就我都气得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他 跟你吵着吵着架在旁边 他就睡着了 就是这样子 嗯 那那没办法讲 有时候真的实在太困了 那吵架的时候还能犯困吧 他犯困 又不是我 我能 我能阻碍的 他他头脑就是困 那我就没办法 他就是困了 那我不想睡啊 但是他就是困 困了他就想睡 那我我能咋办呢 我都没办法 我不能控制住啊 家人们 不是我 不是我不重视 但是他就是困 困了他就睡着了 我也没办法 大家都让我打你一顿 那打吧 打 反正打是疼罵是爱 真的啊 不打不疼不相爱 对不对 家人们 对 家人们 让你掐 让你掐一下嘛 你给我掐一下 我都无语了 你给我掐几下吧 怎么会有 这样的人 他要我揍他 家人们 你们说揍不揍 揍得扣一 不揍得扣二 还有一个阿姨说 唐唐我老公也是这样的气死人了 那这位阿姨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老公好吗 你老公爱你吗 你老公关心你吗 虽然说有时候气人 但是是不是也 也很 真的是很爱你很关心你呢 所以 你老公 你老公 你可真是的